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万历年间,在丰安县有一个无缘外 靠着做不方生意白手起家 仅仅数年便成为了县里的首富 在这十里八乡很是出名 可无缘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妻子张氏的支持 无缘外起初家境贫寒 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张氏家中虽然并不富裕 但也比一般的人家要好过许多 张氏顶着父母的压力嫁给了无缘外为妻 还将自己的嫁妆卖掉以此来资助无缘外做生意 也正是由于夫妻同心 再加上无缘外天赋异禀 仅仅几年便发家致富了 后来张氏生下了一个男孩 起名无忧 便是盼望着自家的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 一辈子无忧无虑 转眼间无忧便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因为自幼就跟随父亲学习经商之道 现如今他已经可以顶起无家的大半产业了 让无缘外甚是欣慰 现在无忧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张氏便张罗着为无忧寻一门亲事 如今他们无家可是富贵人家 自然要讲究门当户对 于是为他挑选的都是千金小姐 可是一向听话的无忧 却在此世上颇为执拗 不仅将这些千金小姐都拒绝了 而且还要娶一个普通的女子为亲 原来无忧心中早就有了爱慕的女子 便是城中李财凤的女儿李财霞 二人曾经无意中解释 谁知自此以后来往竟越来越频繁 渐渐地便互相爱慕 可是无忧知道父母不会轻易接受彩霞 所以便一直隐瞒 现如今父母逼着自己成婚 无忧便只好把自己与彩霞的事说了出来 果不其然被父母一口否决了 张氏说道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婚姻大事岂能而信 我早已替你选中了王家的千金王宴 择日便为你们成婚 得知消息后 无忧就像是双打滴茄子一般 整日李氏无精打采 如今父母为了让她断了念想 便将她禁足 只有等到大婚之后才会放她出门 为了让无忧接受王家千金 张氏特意将王宴接到了吴家居住 谁知无忧却心生已尽 打算去和王宴表明心意 或许就能推掉这门婚事 于是无忧便找到王宴说道 王小姐 在下心中早已有了爱慕之人 还望王小姐和家母说一声 推掉这门亲事吧 不料王宴却笑道 吴大哥 这都是父母的命令 小女子哪敢多言 再说了莫非在吴大哥的眼里 我堂堂王家千金 还比不过一个裁缝之女吗 无忧没有犹豫便开口道 在我心里 彩霞便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 此生我非她不娶 王小姐便不要在此纠缠了 说罢无忧便转身离开了 王宴被无忧的话气得浑身打颤 就连这屋中的东西都被她摔烂在地 可见这心中是气愤到了极点 无忧本以为故意激怒王宴便可以让她知难而退了 不料一个噩耗却突然传来 让无忧是悲痛不已 据下人所说 李继裁缝铺昨夜给失火了 李裁缝来不及逃跑竟被烧死在内 而她的女儿李彩霞也是没了踪迹 就好似人间蒸发一般 得到消息后无忧不顾父母的约束 疯了似的冲到了李继裁缝铺 发现这里早已经烧得所剩无几 于是无忧便到处去寻找彩霞 可是用尽了办法都没有找到彩霞的身养 让她整个人都好似丢了魂一般 幸亏有着王燕在身边伺候她 这才让无忧一点点走出了阴阳 也正因如此 无忧的心里便爱上了王燕 母亲得之后心中大喜 于是便为二人操办了婚事 吴家是县里的首富 王家则是近几年起来的黑马 二者结合 那这县里便没有他们的对手了 所以前来祝贺的宾客都挤破了头 都想要讨好两家 大婚之后 夫妻俩很是恩爱 无忧则是代替了父亲外出台商 家里的一些事物 并交给了妻子去打理 这天 无缘外找到无忧说道 儿啊 听闻在画线有一批上等的布料 明日你便带为父过去看看 一定要仔细查验 莫要被别人坑害 无忧点头道 父亲您就放心吧 孩儿这些年来早就练就了火眼金睛 定然会严加检查的 于是第二日无忧便坐着马车出发了 由于路途遥远 一直到了三天之后 这才赶到了画线 在一番打听之后 无忧终于是见到了不方的管事 听闻是无家的公子 管事表现得很是尊敬 这可是大户人家 若是看中了自家布料 那岂不是一步登天了 于是管事便拿来了布料 让无忧过目 无忧随意地摸了一下 不由的眉头紧皱 他问道 刘管事 你可是在开玩笑 还不去把你家最上等的布料拿来 文言管事连忙说道 无公子 这便是我们这最好的布料了 莫非无公子不满意 见到管事认真的模样 无忧不经心中疑惑 这画线只有这么一家布方 莫非是别人瞎传的消息不长 于是无忧便只好打道回府 谁知他刚一到了凤安县 便听到了一则令他崩溃的消息 就在他出发的当日 无家便着起了大火 据说无家上下都在熟睡之中 一个人都没有跑掉 无忧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家里 只见原本气派的无家 早就变成了焦黑一片 无忧跪倒在地崩溃大哭 若不是自己外出 或许就能救下自己的家人了 不由的心中后悔不已 无忧花光了身上的银两 为无家上下都办了后事 随后这才急匆匆地来到了王家 幸亏这几日妻子回了娘家 这才躲过了一劫 谁知王家确实闭门不见 让无忧不禁心中大惊 于是他便在这门外吵闹起来 许久之后王家妇女这才走了出来 如今无忧只剩下妻子一个亲人了 有着许多委屈需要诉说 不料妻子竟直接说道 你无家完了 你还当自己是无公子呢 如今你我二人再无关系 识相地赶紧给我离开 否则别怪我王家不客气 无忧不敢相信妻子竟然会如此对他 便想着上前挽留 不料竟被王家的下人 暴打一通扔到了大街上 后来无忧发现 自己外出的这几日 他无家的产业 已经被县里的商骨分割一空 其中占的最多的就是王家 如今王家过河拆桥 让他实悲愤不已 现在的无忧身无分文 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 在乡下还有着之前的老宅 于是无忧便靠着记忆找到了老宅 在一番收拾之后 无忧便在此住下了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无忧刚一出门 便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养 无忧不禁大喊道 彩霞 是你吗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文言女子便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 二人竟是呆愣在了原地 此人正是李彩霞 无忧心中大喜 上前一把就将彩霞抱在了怀里 二人喜极而泣 期盼这一日不知盼了多久 在无忧的询问下 这才知道了当初的事情 那天夜里 一伙匪徒突然闯进了裁缝铺子 二话不说就将这铺子砸了个稀巴烂 李裁缝本想着阻止 却不料竟被几人暴打致死 彩霞也被他们侮辱后打晕在地 等彩霞醒来之时 发现这屋里已经着起了大火 于是他来不及看父亲最后一眼 这才安全地跑到了外面 想到自己失去了清白 彩霞这才独自躲到了乡下 不敢与吴又相见 如今彩霞得知吴家出了大事 这才慌慌张张地准备进城去探望 没想到命运竟安排他们在这乡下相遇了 彩霞说道 吴大哥你莫要放弃 我家这里还有着良母良田 你先暂时靠他为生 等日后有了机会 定然能重现吴家的辉煌 吴又心中感动 于是抱住彩霞说道 彩霞 今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我一定会好生待你的 二人经历了如此之事 心中也看开了许多 于是便简单地办了婚事 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这天夜里 吴又来到了瓜田里看瓜 由于最近经常有偷瓜贼 所以吴又不敢松懈 他还要靠着这些瓜去做生意呢 自然不能让别人偷了去 一直熬到了三宫吴又这才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门外传来了阵阵响动 吴又不禁猛然惊醒 看来是真有偷瓜贼来了 于是吴又便拿着备好的木棍走了出去 此时他看到一道身影 正蹲在不远处啃着西瓜 吴又大怒 朝着那身影便打了过去 可是跑到跟前这才发现 竟是一个年幼的孩子 吴又连忙将母棍收回 随后便将吓坏的孩子带到了屋里 问道 孩子 你为何大半夜地来这里呢 孩子应道 肚子饿了 所以才来偷瓜吃 吴又看到这孩子浑身的破衣烂衫 想必定然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 心中不禁意软 不但没有计较孩子的过错 还让他挑了几个瓜带了回去 后来 接连几日这孩子都会过来吃瓜 吴又也不拒绝 还总是和孩子说上几句 这天夜里 吴又在瓜棚中熟睡 突然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 吴又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老伯正站在门口 吴又连忙问道 老伯可是有事找我 老伯笑道 我要带着孩子离开了 这几日多亏你的照顾 所以老夫特地来感谢你的 闻言无忧这才意识到 这就是那孩子的家人 于是便摆手道 区区几个瓜而已 还用劳烦老伯亲自道谢 小子受之有愧啊 老伯说道 若是你相信老夫 便沿着西北方向去闯荡 你的财运便在那里 说罢老伯便转身离开了 不过走了几步之后 竟是化作了一只刺猬 无忧见状先是一惊 随后赶忙跪拜道 多谢新家指点 小子受教了 于是在老伯的指点下 夫妻两便将这田地房屋一起变卖 一路朝着西北出发 凡是经过的城镇都会留下创业一番 没想到果真如同老伯所说 做起事来是一帆风顺 仅仅几年的时间 夫妻两便积攒了巨大的财富 于是夫妻两便重返了凤安县 无忧花重金买下了无家旧址 并在此建造了更加气派的宅院 还将自己在外的产业全都搬到了这里 一时间所有的商骨都被无忧死死地压住 不敢喘心 可令无忧没有想到的是 那王燕竟然厚着脸皮过来求复合 无忧哪里会给她这个机会 便让下人将她驱赶着离开了 如今无忧事业有成 可唯独还有一件事令她心中无奈 便是结婚许久 妻子这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到现在都没有给她生下个一男半女的 这些年来夫妻俩没少拜访明依 可是却没有任何效果 于是彩霞便想着让无忧纳妾 可无忧却拒绝道 今生今世我只会爱你自己 纳妾之事勿要再提 见到丈夫如此坚决 孩子之事这才拖到了现在 这天一个老妇人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是城里的猪阿婆 这猪阿婆乃是城里的吻婆 这些年来口碑一直都很不错 夫妻俩不禁纳闷 自家又没人生孩子 为何猪阿婆会主动上门 不过还是将她迎了进来 不料猪阿婆一进门便笑道 老生今日是来报喜的 夫人终于可以要上孩子了 门言彩霞猛然一阵 连忙问道 猪阿婆所言当真 我试了好多法子都不管用 猪阿婆说道 昨日我接生的妇人也是多年不孕 可她服下了一株罕见的药材 不出数月便有了身孕 所以老生这才特意来报喜啊 门言夫妻两甚是激动 无忧便说道 不知猪阿婆可知道 这药材哪里有 我无忧定然会重心阿婆 只见猪阿婆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袋 交给了无忧 随后便说道 那妇人为了答谢我便将剩下的药材送给了我 老生便给夫人拿来了 夫妻两心中激动 便赶忙令下人去熬药 为了感谢猪阿婆无忧 特意奉上了五百两银子 就在一个月后 彩霞的身体便有了反应 总是频繁地呕吐 于是无忧便请来郎中查看 郎中把麦之后这才笑道 恭喜吴老爷 夫人这是有喜了 文言夫妻两不禁喜极而泣 他们盼这天已经盼了太久了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无忧对妻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 让孩子有了闪失 可奇怪的是 仅仅三个月后 彩霞的腹部已经是到了足月的大小 不过郎中检查一切正常 无忧便没有多想 一天夜里 夫妻俩刚刚睡下 突然彩霞的腹部剧烈地疼痛起来 无忧心中大惊 莫非自己的妻子这是要生了不成 于是无忧便让下人去将郎中和猪阿婆 全都请来 等到猪阿婆到来 一眼便看出这是临盆的迹象 于是便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 只剩下了他与彩霞在屋中 不料一会之后 彩霞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无忧大惊 连忙带着郎中闯进屋内 可是此时妻子 早已经因为难产而死去了 就连那胎儿也是死在腹中 无忧强忍住悲痛安葬了母子 便躺在妻子的坟前借酒消愁 任谁劝说都无尽于事 待到夜里 醉酒的无忧突然被一声响雷惊醒 紧接着便下起了大雨 无忧这才跌跌撞撞地朝着家里走去 路上因为雨下得太大 无忧便寻了一处破庙躲雨 由于喝酒太多 竟是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一阵谈话将她吵醒 无忧顺声看去 只见两只刺猬正盯着她 无忧不禁一惊 只听那老刺猬说道 你真是好生糊涂 你的妻子并没有死 只是中毒而已 你将我的内丹取走 为她服下便可恢复了 无忧刚要拜谢便感觉一阵天晕地旋 等她睁眼之后这才发现是个梦 可当她看到手里的内丹时 这才反应了过来 于是无忧连忙去将妻子的坟挖开 将这内丹给妻子扶下 片刻之后便见到妻子睁开了眼睛 腹部也恢复了正常大小 夫妻两相拥而弃 无忧说道 此事定然有蹊跷 我一定要将这背后之人揪出来 于是无忧便将此事告到了官府 将朱阿婆与那郎中都带到了大唐审问 当二人见到彩霞 死而复生不禁被吓破了胆子 一股脑将实话都说了出来 原来是王燕花钱收买了他们 将一株毒草给彩霞扶下 便会引起腹部肿胀 再让郎中和吻婆配合将她害死 得知事实之后 无忧不禁大怒 便将那王燕叫来审问 不料朱王燕竟是死活不承认 就在此时一个老伯 突然来到大唐说道 朱王燕的罪行都在这卷宗里了 还望县令大人明察 只见老伯微微一抖手 那卷宗便自己飞到了县令的身前 县令见多识广 一眼便看出了老伯的身份 连忙起身行李道 既然是仙家所言 本官定然会给吴家一个公道 打开卷宗之后 县令是越看越生气 最后竟是拍案而起道 你这泼妇 原来李财凤和吴远外都是被你所害 今日看我不将你打入死牢 原来这王燕早有预谋 当初为了嫁到吴家 派人害了李财凤 而他又为了得到吴家的财富 羽山贼李英万和 将吴家火烧一空 现在事实暴露 王燕连同王家都被关押到了死牢等候问站 如今大筹得报 夫妻俩的心结也终于打开了 后来彩霞终于是怀上了孩子 夫妻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